莫斯科红场是世界最著名的广场之一 人们来到红场能看见许多美丽的建筑 最引人注目的是红场西南侧的高大红墙 红墙里面就是俄罗斯心脏克里姆林宫 包括四座宫殿、四座大教堂、十九座塔楼等建筑 它们是俄罗斯克里姆林式建筑的代表之座 也是世界上保存完好的最大股建筑群之一 今天克里姆林宫已经成为俄罗斯的国家象征 蒙古金战汉国对俄罗斯的统治近三百年 位于莫斯科的小国莫斯科大公国逐渐壮大起来 1320年国君伊凡一世下令建造克里姆林宫 天使掌主大教堂等建筑都是这个时期建造的 作为莫斯科大公国的王宫 历代国君们对它不断扩建 1475年伊凡三世下令建造圣母安息主教座堂 伊凡三世是俄罗斯历史上一位重要的君王 1480年伊凡三世率领俄军击败了蒙古人而独立 同时伊凡三世消灭了多个小国取得了俄罗斯的统一 它整顿内政统一度量衡统一货币还引进火枪火炮 俄罗斯成为了强大的统一国家 让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历史上称伊凡三世为伊凡大帝 历代国君们都没有停止对克里姆林宫的扩建 不仅建造了精美宏伟的建筑 还有世界上最大的古钟和古炮 只有一位帝王是例外 他不仅没有继续扩建克里姆林宫 还将王宫搬到了另一座海边城市圣彼得堡 他就是另一位伟大的俄罗斯国君彼得大帝 欧洲从15世纪到17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 使欧洲的文学艺术、自然科学、医学等都得到了大发展 特别是地理大发现 将欧洲人的视野伸展到了全世界 彼得大帝布满俄国的落后现状 他隐姓埋名游历西欧各地 学习先进的技术和观念 回到俄国后 他新办工厂、发展贸易 他还振兴教育 改变落后习俗 鼓励学习西方文化 他还改革了落后的游牧军队制度 打造了一支近代化的俄国陆军和海军 彼得大帝的一系列改革 使俄国一跃成为欧洲强国之一 在波尔塔瓦战役中 彼得大帝彻底打败了强国瑞典 为俄国争夺了北方出海口 创建了港口城市圣彼得堡 为了让俄国从大海走向世界 彼得大帝将自己的王宫 迁到这座海边城市 彼得大帝毕生的努力使俄罗斯变得强大 也为俄罗斯后来几个世纪的扩张发展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